7月9日11时56分,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在九泉卫星班设中心,成功将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一号以下简称发酵一号和科学实验卫星PEX-EA送入预定轨道。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月获悉,至此该愿意出口17颗国际卫星。 周亚陆社,此次任务根据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计策研究委员会,于2016年4月签署的项目合同实施。 除了载轨向覆盖卫星,我国还将向巴方提供地面应用系统和地面测控系统,并提供载轨测试、载站支持、培训、保险及相关技术支持等。 记者了解到,811号的研制,克服了一系列技术难点,在国内同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其将应用于巴基斯坦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动态监测与管理、资源利用、环境灾害监测、农业调查与城市建设等应务领域。 如此商业摇杆相机国际仅此两台,图像质量是摇杆卫星在会应用的核心指标,实现了两台相机独立处理、独立存储、独立下传的优化设计,凭借基于海量图像数据的优离图像数据压缩能力,可使最终图像更加清晰。 同时,卫星优化了相机的微震动环境,大幅降低了整形的抖动,可进一步提高成像质量。 巴基斯坦尤的卫星相机交付钱测试。 此外,研制团队通过冻结轨道设计,可出使较焦点偏致优化设计,能确保卫星从稳定的轨道高度对指定区域进行观察,并能保障相机具备较好的光照条件, 以满足用户在特定区域,稳定获取高质量图像的要求。 在摇杆领域,分辨率和浮宽,往往是是一对矛盾的指标,而811号搭载的两台相机分辨率优于一米,成效浮宽达到60公里,达到如此指标的相机。 在国际商业摇杆领域仅此两台,能够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卫星,巴基斯坦摇杆卫星相机震动试验。 除了图像质量,811号还具备多项技术特点,为满足用户快速获取目标图像的需求。 该卫星设计了超大角度侧板和俯仰的能力,可以根据成像需求自动抬头和扭头,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摆动,大幅增加成像区域。 可实现对巴基斯坦国土两天一次的快速图像获取能力。 按照用户对卫星信息安全设计的要求,811号采取了全链路信息安全设计。 该卫星的摇侧、摇孔、图像数据均具有加密功能,具有明密两种工作方式,能为用户提供更加开放和便捷的数据安全保护方法。 摇杆卫星的树传系统直接影响着卫星工作能力。 据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和新阳介绍,811号使用的树传分系统,是我国三代树传系统中的典型产品。 不仅成熟度较高,而且当卫星经过巴基斯坦国境时,该系统能将图像信息实时传回地面,既大提高图像利用的时效性, 为防止卫星寿命到期后成为太空垃圾,需进行离轨设计。 研制团队通过对该卫星子轨控飞系统的精心设计和燃料的详细预算, 实际具备在寿命到期后,飞离工作回导的能力,并将利用稀薄空气逐步降低轨道高度,最终坠入大气层烧毁。 长二品火箭重返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二品火箭,由航星科技集团医院研制。 该火箭副总指挥国务表示,这是该火箭时隔19年,重返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 在1999年完成摩托罗拉业新发射任务后,长二品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一直沉寂。 当国武介绍,2017年至2019年,该火箭重新进入了高密度发射阶段。 在此期间,即将完成30余次发射任务,其中国际,国内商业发射约占四分之一。 这脚拉开长二品火箭发射低轨上用卫星的打幕,随着卫星市场的蓬勃发展,多新组网发射的需求寓意增多。 为此,医院采用了将长二品火箭与远征上面级组合实施发射的方案。 该火箭副总师徐行介绍,预长二品火箭搭配的远征上面级,是经过精简优化的商业版上面级。 机系统配置和指标,专类配合长二品火箭,完成低轨卫星的多星发射任务。 不需要具备深空探测,长时间流轨,它次启动动功能。 这样搭配,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可达2.3多,凭借上面级长达6小时的载轨能力,可以满足多新发射的轨道配置需求。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